柯文哲這樣真的很窮 最近一直被拿出來 外資會跑光 柯文哲 你什麼時候要道歉 來Chris分析一下 我覺得這是個黃仁勳 他這個5月20幾號來台灣之後 就台灣到處夜市吃吃喝喝 就吃喝喝聲量都往上飆了 結果網友突然間丟出一個話題 黃仁勳不只辱華 他是不是要跟阿伯男看 黃仁勳難道不是小草嗎 我們就來看柯宇路 除了這個說這個也是2023年 去年8月的時候他說 外資會跑光 結果你看我們這個仁勳 我爸 就直接在夜市喊說 鼓勵大家一定要來投資台灣 台灣很重要 我覺得有趣 當柯文哲去年談過能源議題的時候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 他說要台積電一定要核四 結果核四議題沒有在吵 那台積電的廠還是要開 你的NVIDIA跟AMD都要來 柯文哲也打臉柯文哲 柯文哲說要台積電就要核四 對而且我覺得更酷的是什麼 我覺得柯文哲簡直是神 反指標神 柯文哲去年在談觀光的時候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說什麼 他說日本觀光客來 誰會在夜市坐得下去 對齁 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夜市很髒 對 右手拿筷子 左手敢蒼蠅 結果黃仁勳最愛去的就是夜市 對 結果我爸爸跟我爺爺都去了 不要再講你爸爸了 他跟你沒關係 他姓黃 然後我爺爺是Morris 對 他姓黃 你姓吳 對 所以你看柯文哲在講 他的能源 跟所謂這個觀光的事情 他剛好黃仁勳的表現 都在啪啪 打柯文哲的臉 對齁 那很多小草都想說 天啊 難道我以前我的表帥 我的神 柯文哲難道都錯了嗎 智商157的阿伯會錯嗎 智商157的阿伯會錯嗎 結果他們一看到 黃仁勳的專訪 黃仁勳說什麼你知道嗎 偉大不是 智商不是偉大的條件 對 偉大不是靠智商 哇 結果你看 馬上打臉到柯文哲 對 這個不打緊 網友又翻開 想說 關窗著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 黃仁勳 昨天也直接說 我年紀大了 對 因為我白頭髮年紀大 可是你看 阿伯 柯文哲穿的是那個 高腰褲 對 這個褲子從這個 我不知道腰 拉到靠近胸部的這個部分 黃仁勳是穿皮衣 他連食尚品味都打贏柯文哲 對 不只這樣 我們在講這個學歷 因為柯文哲一直講 我台大 台大 其實我跟你講 小草就在網路上吵 說你黃仁勳念那個什麼 什麼 歐勒根什麼 State University 對 根本就不是 奧勒剛州立大學 對 根本不是type的 網友說那要怎樣 讓人家很優秀 然後結果小草就說 阿不對齁 那我們柯文哲常常 我跟你講 柯文哲有個特色 他最常講到他前工作 對 像我跟你講 有人講到我前幕僚就賭籃 我覺得很丟臉 但他整天是這樣 柯兵前幕僚 那個gris 我就生氣 對 但重點柯文哲常說什麼 阿我們這個台大主治醫師 外科醫師阿 我這個台大出來的 我怎麼樣 可是你有聽過黃仁勳講他以前做什麼 沒有 他其實也當過AMD的CEO 對齁 但他從來不講 因為他現在更好 對 幹嘛一直講以前 只有霸咖才提前任 對阿 像我一直講我是政論車手 對不對 還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網友就吵起來了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黃仁勳是自有戀愛結婚的 你們柯文哲咧 靠媽媽相親的 這也能比 他相親了 他相親 結果吵來吵去 吵到最後我就有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感觸 這句話就是 黃仁勳講台灣是重要的國家 但是你知道柯文哲一直告訴 所有的小草說什麼 我們台灣是不正常的國家 所以我就要講嘛 你就回來看到 這兩個人的特質是完全剛好相反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剛好也呼應到所謂 輕鳥行動 你說 面對輕鳥行動 就跟輕鳥有關係 輕鳥行動的態度 你看柯文哲是不聞不問 甚至還是說 這個是側翼動員來的 一樣面對黃仁勳的旋風跟科技的時候 你說他現在柯文哲 他那麼愛蹭 到現在連黃仁勳他臉書都還沒發 柯文哲很尷尬 現在只發什麼 王毅川 他應該要去研究AI 到現在還在研究電信 所以阿伯你就落伍了 對 黃仁勳旋風最尷尬的是柯文哲 我真的沒想到 現在科技大咖都來到台灣 真的是也是輕一色 不是外資跑光光嗎 其實你知道 舒志豐是黃仁勳的親戚 這三個都有共同點 高科技產業全部的共同點就是台灣 對 台灣是不可或缺的對象 沒有了台灣就沒有高科技 黃仁勳也是講的嘛 對不對 基金格說IT就是 Intel加台灣也是這意思嘛 對 那這個舒志豐當然就不用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全世界都是看見說 台灣的經濟發展 是 所以不是拜託 不是你柯文哲說的外資跑光 對 外資看到台灣的潛力 大家願意投資台灣 你柯文哲怎麼做願意道歉